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是不是就已经凌晨是我们北美这块的凌晨三点 我盯盘盯到两点半 一看到A股呢 变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出入 纳指的当时美股的这块呢 还都是横盘或者横盘向上的那种动作 也就放松了 就回去了睡觉 睡到等到六点半起来 北美时间 北京时间的晚上六点半起来 我一看纳指就已经开始跳水了 那块已经开始跳水 但是呢正在震荡的往上走 但是感觉呢往上走的力量不大 我当时就有一个担心 纳指呢会不会 星期五的行情就是一日游 如果星期五的行情是一日游 那么A股昨天的这个下探 那么就不可就不太 本来啊大家可以看啊 这A股昨天这个下探 应当是找到支撑了 找到哪个支撑了呢 我们可以看 昨天又是探这二百片线 应当是找到支撑了 呃但是呢大家要是听了我周日的这个节目的话 应当知道 我对A股呢做了一个总体的判断 觉得呢不带就是不太好啊 就是从宏观面上来说 可能A股现在有点掌不动的嫌疑 昨天这个位置 A股在这个二百天线活着支撑 有什么一个从图形上看哪不好呢 我们可以看啊 二百五天线还是往上的 但是 六十天线 和五十天线是往下的 这两个往下倒没关系啊 这两个往下倒没关系 它是走出了一个三角形吧 走出了这样一个形状嘛 对吧 如果要是二百天线 一直上之前是的 啊就是像 周 上周三 就是四月二八号国庆节前 啊 四月二八号国庆节前 那是上上周啊 上上周三 四月二八号国庆节前的时候 这个五一节前的时候 是这样一个走势 哎 那就比较好 这说明呢 是 整个 我们可以看 这是一个三角形 它还在三角形内 虽然越来越窄了 必须得选方向了 那可能 它就会选着往上走 但是现在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二百天线已经走平了 还不错 没搭了头 要是搭了头了 二百天线如果要往下一突 把这块 要是这样突的话 那它就是选择往下了 那就不用想了 那就肯定是选择往下 选择往下呢 会下到哪去呢 那咱们看看 对吧 咱们往上给大家说了上到哪 咱们往下 它也得有一下的位置 往下就得分这个3300 或3330这一下了 啊 就得再探前提 这是最起码的 以昨天的这个 每股的跌幅 我觉得昨天的上升啊 往上涨着一点点 就是尾盘拉起了那一点点 那一点点啊 可能扛不住今天的下跌 啊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扛不住今天这个纳指的下跌 因为昨天的纳指跌的有点太惨了啊 普遍的大型科技股就是纳指特别权重的那几个啊能上500亿以上的 基本上跌的都是百分之十五 就五以上肯定是啊 百分之五到十之间的一个跌幅 然后是100亿到500亿的或者说300亿到500亿的之间呢 这样的股票基本上跌了四分之一啊 都是照着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二十这么来跌 这样的跌幅呢导致了整个纳指呢 昨天跌了一下百分之二点三 大家看看啊 如果回顾美股 这现在因为是讲一股嘛 为什么说美股呢 主要是让大家看看 当时疫情的时候 我们我们看一下啊 疫情的时候 这应该是那天 就是顺利拔起来的那一天 就黑色周一嘛 它的跌幅才多少呢 大家可以看到那小表 对吧 哎 大家大家再看看啊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说是哎呀 跌惨了跌惨了 跌惨了的时候 最大的一天 说是一听 说是这个封锁了 封锁的那天 是三月 是三月的时候 就是美国这块宣布封锁的那天 整个纳指综合呢 是跌了百分之十二 那天是最大的一天 在此之前 就是引起 就是没有引起熔断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 就是一般的 只要不引起熔断的这种情况下 最大的跌幅 也就是三左右 昨天呢 跌了2.63 2.55分别是 大家就可想而知啊 但是去年的这个 有好多人说啊 去年是措手不及 其实去年那个是有心理准备的 疫情出来了 但今年这个是一个高估值 但是呢 咱们就业情况呢 在周日已经讲过了 不是特别好 这个下跌呢 就是三日 直接这么往下砸的话 而且我们可以看 没有任何下跌线 基本上 这么往下砸的话 不知道 不知道有什么政策上的事 或者是 疫情是不是又反复了 还是怎么样 这都不知道 大家不要以为 现在A股能够独善其身 说中国这块疫情控制的好 因为毕竟印度离中国更近 中国这块呢 现在把中印边境 那个封没封 咱们现在不知道 二一个呢 即使封了中印边境 好像现在尼泊尔也起来了 是吧 尼泊尔也起来了 说缅甸现在好像 也受印度传染 也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呢 咱们作为一股啊 这块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纳指昨天的这一跌 本来道琼斯是 还往上走着 但尾盘呢 也被纳指给带坏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由于就是海外的金融资本 基本上都是夹着杠杆 来做的 你不要想 就是像咱们国内想 三倍杠杆 四倍杠杆 这些国际资本的杠杆 基本上三倍起步 是三倍起步 所以说呢 它们往下跌的时候 止损的时候 也非常的狠 这块呢 所以我做出一个总体判断 今天A股啊 恐怕是凶多吉少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A50吧 我们来看能够反映国际指数的这一块 A50 这块呢是外资投资A股的一个大的出口 我们可以看 昨天下跌之后 昨天呢在下跌之后 这是5月10号 下跌了0.5 然后后来迅速收起来了 但是今天开盘以后 又再次下跌了0.6 又再次下跌了0.6 而且这个0.6 大家注意啊 可跟昨天那不太一样 昨天那个0.5呢 大家看的这个跌幅呢 是什么呢 是它先深跌了一下 做了一个深蹲 然后又起来了 拉出了一条影线 现在呢是直接一个低开 就往下走了 直接一个低开就往下走 我这个红的是红 是绿涨红跌啊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国际期货的这块 是绿涨红跌 它现在直接就往下走 直接往下走的话 如果再往下探一探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做第三个底 这个底呢 有可能把前期的这个平台啊 给突破了 我们看一下 它前期有一个平台 看一下它的举性 这块呢 本来是一个 举性的整理状态 挺好的一个举性 如果今天往下探 就有可能 把这个举性 给跌漏了 把这个举性要跌漏了的话 那就不是上不上台阶的问题了 那可能就是要下台阶 为什么下台阶 大家还是回顾 听我周日的这个视频界 就整个现在的国际环境 都不是太友好 大家呢 千万要小心 在今天 如果能够有冲高的时候 不要幻想着冲高突破了 我们冲高 先减一件仓 出来 如果要给这机会的话 如果要不给这机会 你说我现在本身办仓 因为我很早就跟大家喊了 我说现在要降低仓位 办仓是最大了 我们一般的情况要 现在要四成 如果您是四成仓位 也就无所谓 等着下来之后 再找机会补吧 那留得轻身 再不怕没才收 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往下 再跌的空间有多大呢 咱们刚才说了 是一定会往下突破一下的 但突破的空间 会不会像纳指那么大 我觉得不会 原因是什么呢 A股主要是 就是制造业 咱们A股科技股 不多 但是创业版 和这个科创版 就留神了 今天 如果您要是赚的是 创业版和科创版的股票 就留神 照着 可能得照着 百分之二三 这么着来往下跌一下 那就是整个 它的指数可能得这样 大家要小心 如果不是的话 是咱们A股的这些传统票 能源票我觉得呢 可能会跌 但是跌的空间呢 有限 如果真是破位了 我们再去考虑 止损的问题 如果不破这个 二百五十天线 今天不往这个 二百五十天线以下探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 在低仓位这块 去做去 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 刚才跟大家说 这块 如果它要是 直接奔这块来了 那么我们就得 把这块给漏了 那我们就真真 止损了 该出来就不玩了 如果不是的话 现在您是低仓位 还是低仓位啊 低仓位就是说 您是现在 起码得半仓以下 最好是四成 三成这样的一个水平 咱们可以持有观望 如果不是的话 您说我重仓 重仓在现在 今天开盘 不要幻想着往上走 就赶紧的检仓 说做错了 做错了 它突破了 咱们再进去 都来得及 千万不要等着 就是说 本来是一个小伤口 后来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拉动脉了 那就麻烦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现在我们也只能是 就自求多福了 只能是这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